老兄们今天这活老板指桑骂怀非要用履带 但是咱们的拖车油呢动了实在是打不着了 全程不到五公里 我决定挑战一下直接开过去 看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老兄们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抖了不到一个小时 这么跟你们说吧 最高时速不到35 唐松要是开着挖机上午去取经 下午就把经给取回来了 还要什么杀石机啊 老兄们再经过最后这一个漂移 咱们就到了啊 老兄们刚才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老板呢就是想把这堆垃圾呢 做一个无工化的处理 直接埋到旁边的爆米地里 这个办法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驴果就地焚烧的话 那样太污染环境了 驴果是拉到废品回收站 还得需要额外的一部分费营 在一个里面还有一些石头刺砖狼神的 根本就消化不了 所以说呢 侧森也觉得埋在这里是最合适的 这让来年在种爆米的时候呢 也可以增加一部分的养料 咱们现在掏在这里 下面不确定有没有东西 但是只能看千亿了 必须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挖出来以后再给埋上 因为咱们全程开过来的 开回去还得需要一个小时 只有把这个活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才会在天黑之前开回去 我不知道你们这活呢 我觉得还是开个轮挖来合适 但是老板非得要用履带 这活我还以为轮挖做不了的 无所谓了 这么看呢 一个小时也能轻松的搞定了 这也就是来飞走路的时候耽误了些时间 垃圾呢也比较蓬松 咱们往下拍一拍压一压 正好上面还能留个四五十公分 来年的时候呢也不耽误中苞米 这一招呢可谓是全国通用啊 一言不合就挖空买买买 没有什么事情是挖个空买起来解救不了的 这一块呢还得让咱们再撒上一层土 咱也弄不清楚啥原因 反正是来都来了 怎么指挥咱们就怎么干 我感觉啊这就像脸上刮了一层泥子 确实是干净美观了许多 好的老兄们 这边就差不多了 咱们再回过来头 把这里收拾一下就差不多了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完美 五十五分钟 轻松的拿捏 如果是拉到垃圾处理厂的话 一千块 该不就搞定不了 特色一来呢 六百块 就轻轻松松的化解了 老板也省了几百块 而且还解决了后顾之忧